主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交流完 我们学论语应该建立的观念和态度 好像上一次还有两位同道 好像有要跟我们分享 是不是有请他们来做一下分享 上一次好像有唐汉明学长 李老师你麦克风 好那我就开始说了 好谢谢 陈德老师好大家好 这个学了能语里头 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做这个 棘手不遇勿施于人 最近碰到一个事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碰到一个企业主 我们一起在学传统文化 然后呢刚好他遇到他的一个员工 一个业务员做外贸的业务员 估计说请假给他发了个短信 说是在家里不能去上班了 那一看呢我估计是得了抑郁症 然后呢短信里头就说 希望他的客户能够 公司经理能够帮他安排好 后来我们商量讨论决定 就是这个客户呢 应该有其他的员工 把他造理好 等他上班来再还给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有 这个企业里的其他的员工 就跟企业主商量 他说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回来上班那干脆就把他的各个客户 都分给每个业务员分下去分掉好了 然后这个企业主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然后跟我商量 我就用这个 这个《荣誉》里头这句话 这个极所不宜物施于人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人家得抑郁症啊 恐怕最担心的就是他的手里 他的客户 这是他最关心的 恐怕比关心自己 这个疾病还重要 我说你一定要给他吃个定心碗 就是这个客户会帮他照顾好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上班 任何时候 不管你生病多久 这个客户都会原原本本 把你照顾好 到时候再归还给你 然后那个得抑郁症的病人 也不愿意见老板 老板走到他家楼下了 他也不告诉他哪一份 然后只能发短信 结果这个短信发了之后 可能这个病人 他就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吧 完了之后呢 就给企业组发回短信 他说从此之后我就开机了 然后就能电话沟通了 后来这个企业组又介绍他去针灸 没想到大概也就四五天吧 这个员工就去上班了 然后这个在生病之前 跟那个重新上班之后 这个脸色啊 这个企业组都反馈 他脸色明亮多了 精神气各方面都好多了 哎呀我说是啊 我们用对了这个传统文化 可能就能利益到别人 好我就分享 是一个小故事 请各位指教 请陈德法师指教 好 谢谢唐学长的分享 相信啊 大家听了 都会很感动 也很欢喜 首先呢 我们这一次学 论语讲要啊 我们希望呢 去体会啊 传统文化管用 论语是管用的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 比较功利啊 假如他不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管用 他很可能这个兴趣啊 就很难保持了 好 所以我们 要学以致用 透过我们自身的受用啊 带动我们的家人 朋友 有缘的人 好 那 传统文化 是指导我们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学问 好 那 首先我们自己身心啊 要受益 小到 自己身心 家庭 那我们跟 国家社会 也是分不开的 好 所以也应该 有这一份的 使命感 来学论语 所谓天下兴亡 匹肤有责啊 那我们看现在大环境 尤其啊 这两年多 新冠疫情啊 影响了整个世界 影响了整个国家社会啊 那我们要共体时间啊 在这样的 一种 大环境之下 每个人对未来啊 都还是或多或少 会担忧啊 那我们 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 怎么尽我们之力啊 能够来化解 能够来安定 人心呢 尤其 论语里面呢 教导我们 要见义勇为啊 见义不为 无永也 我们遇上了 就是我们的 一份道义责任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 所以这个企业主啊 挺可贵的啊 所谓天道无清啊 常与善忍 我相信这个企业 越做越好 因为福田靠新根 当然我们也随喜 我们唐学长 做了他们企业的真上缘 所以我们传统的话 好好学 我们可以去互念到 有缘的家庭 团体 企业 甚至于 说不定有当地的官员 能够重视 那我们都能协助得上 所以我们的提升呢 是刻不容缓 我们早一点提升 跟我们有缘的家人朋友 大众啊 就能够得利益了 那传统文化讲到 福田新根呢 所以这一个企业主 这个存心 他就是有福之人 而且呢 他那一份道义啊 会点燃 这一位忧郁症 同仁的心灯呢 那大家感受感受 他只点燃了 这一个同仁的心灯而已吗 我想他整个公司的同仁 都会感动的 这个消长之间呢 我们要用心去感受 我们的一个心念 我们的一个动作 对于整个家庭也好 团体也好 都可能有不同的发展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比方这个企业主 他假如 说他已经忧郁症了 然后其他的员工 又提到了 那就分给我们吧 那首先呢 这一个员工 忧郁症会更严重了 再来 所有的员工增长了什么 增长了自私自利了 那这一个团体的氛围 就往自私自利去走了 我记得以前 好像有一本书的书名 要把孩子交成狼 还是交成羊 大家冷静看这一本书的书名 我们人 已经不想活得像人 所以是问说要交成狼 还是交成羊 所以诸子之下格言说的很有道理 子孙虽于 经书不可不读 那 诸子之下格言里面就告诉我们 读书 自在 圣贤 我们读书的目的 是牺牲 吸贤 不能糟蹋了 这个天地人 三财 结果现在我们是思考 要把它交成狼 还是交成羊 怎么是以动物为一个目标呢 就像我们把大学一打开 大学之道 再明明的 再清明 再子于至善 都是这样的格局 所以经书不可不读 就像论语指导我们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假如在这个事件当中 企业主 员工 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大家都往小人的路上走了 那可能 我们又会想 那这个员工假如一直不来呢 那大家还了解 这是属于未来的事情 我们应该用对当下的心 不要去担忧未来 未来心不可得 通通通属于烦恼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只问我们现在的纯心 所以真正明理的人 理得心安 得到什么真理呢 两个字 因果 一切事情啊 没有离开这两个字 因果 我都用对心呢 怎么可能我未来的结果会不好呢 所以乐天之命啊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所以就没有未来的烦恼了 所以 论语这一句话重要 我们对下一代的影响 我们对团体同仁的影响 到底是让他往君子走 还是往小人的方向走 这个为人父母 为人领导者有责任啊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言诗之动 而且为君者 为领导者 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你要以身作者给他看 你要爱护他 像亲人一样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机会点 你还得引导他 得护念他 我们看刚刚唐学长的叙述啊 很细致啊 你看提到了这些细节 他都到了这个员工的门口底下了 这员工不让他进去啊 那这里又有一个关键呢 比方 这个企业主说 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不然你还要怎么样呢 算了 把他炒了 但是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点哦 那是站在他的角度哦 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那他是有做哦 我付出很多了呢 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路上 不能要道 不能要情啊 要道就是要求对方 你都学过了 你应该要做啊 你应该要懂啊 我们起这个应该的念头啊 就要求别人了 所以师长说要放下控制要求啊 那要情呢 就是讨人情了 哇 你忧郁胜了 我都给你保留机会了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呢 我们起这个念头 情绪就上来 所以烦恼的根呢 在我直啊 有这个我啦 就会起烦恼了 所以这个 企业主啊 很不简单哦 他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他并没有动气啊 他还是很用心写短信啊 发给这个员工 你看这个员工 马上感受到他的情意了 道义了 开始接受企业主的建议了 去针灸了 那当然一针灸 他的洋气就上来了 他的正气就上来了 忧郁症啊 一定是他的正气不足了 他能透过中医来调理 又出来晒晒太阳 尤其这个企业主 那个这份情意的暖流 又流入他的心田 所以善生阳啊 善会提升我们的正气阳气啊 自己的善心也会提升 家人同人的正气阳气 所以正气啊 化人也感动了 感化了他这一个员工了 那我们一起探讨了这一个个案 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很可能呢 我们现在亲戚朋友 都有受到这个新冠的影响 我们也要 多去啊 爱护他们 关心他们 很可能呢 他的一个瓶颈 甚至是一个 劫难呢 就可以化解过来了 好 所以谢谢 我们 唐学长的分享 好 那个当然 也要 多出去动 动也生养 太阳 生养 这个 这个要倒法自然 不能都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尤其这个 接触这些多媒体的 这些工具啊 太多这些电子产品啊 所以 有空就要出去放放电 把负面的电要放下去 接受我们 大地 母亲的 照顾 好 好像还有一位 女士 刚刚 有举手 有一个那个 陈玉陶学长 他上次 提问没来得及提的 他刚才有举手了 好 有请 学生今天是 第三次听成的老师 分享 论语讲要 学生看到 主办方有 红义学堂 学生想到 大约是二十年前吧 在父亲的弟子归书上 有一句话 是不可以 不红义 任重而道远 所以 学生非常感恩主办方 感恩老师 就是能够给全球同修来分享 论语 是这样的 学生 上节课其实是想想有问老师 就是 关于 近见的 话题 因为学生现在在 安徽合肥 一家 本土的 医疗健康产业工作 学生从马来西亚 汉逊案回来 就来到了这个公司 因缘非常殊胜 做了三年的行政工作 今年是第四年 有得到董事长的赏识 然后让学生做一些 关于公司的宣传推广工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因为 还是扎根不够牢 然后 其实也是犯了一些很多错误 就是说 但是呢 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的领导 对学生爱护有加 非常仁慈 给学生机会 然后 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非常有大爱 非常有智慧 就是在四月六号的时候 委派了我们公司的 四位医护人员 去上海池圆 帮助上海的血透患者 就是进行透析 然后于上周五 非常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回到了安徽 在这个过程中呢 董事长 他们在上海非常艰难 非常辛苦 然后他们也是历尽了艰辛万苦 平安安全地回到了 安徽合肥 安徽同龄 还有安徽立新 上周五 大家回到的那一刻 就是学生也是非常 就是觉得 学生学习的传统文化 学习的论语 有得到受用 然后 学生其实 每天都有会看论语的一个句子 有一个句子 想请程德老师开示 季康子问 使您尽忠以劝 如之和 子曰 临之以装 则尽 孝词 折忠 举善 而较不能 则劝 谢谢程德老师 谢谢 全球所有的老师 学长 家人 感恩 阿弥陀佛 好 您不是要问 劝调 对 但是刚刚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是也有 正好前一位学长 不是有分享 一位企业主的事情吗 然后老师也都有解答 所以老师也解答了学生的问题 所以学生想问的是 季康子问这一句话 阿弥陀佛 感恩老师 谢谢 我们也很随喜 大家都在为 现在这个大环境 所面临的挑战 在尽我们的一份力 当然也很随喜 这一些企业团体 都非常有社会责任 国家将心必有真详 所以大家共同来努力 师长也有其免我们企业界 有十个 二十个企业 能够落实传统文化 就能把传统文化 就能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 当然 我们从这一段话 也要观察 师长 观机的智慧 观察这个时代的变化 在古代是市农工商 市人 读书人 影响大 社会的变迁 在这一百多年来 在人类历史当中 是最快速的 我们去看现在书局里面 成功人士的自传 是以什么为居多 企业主居多 这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成德是在十八年前 就感受到了 因为 刚好发生了一件事 深圳 有一个企业 登了个广告 招聘主管 里面 提到 是年薪二十万 算不错了 在十八年前 年薪二十万 条件是 要汇备地址规 结果一下 深圳 当地的书局 很多人都去问 你们有没有卖地址规 你看企业界的一个动作 我们去想象一下 为人父母的 会不会重视 以后 我孩子要出社会 现在社会特别重视中华文化 重视论语 很多父母老师 就会重视 经典的学习 当然现在很可贵的 政府把经典都编入课本 当然 一个好的事情 要成就 不只是单一个 条件有了就能成 经典编入学校了 事情完成没有啊 没有啊 是一个好的开始 首先 老师要懂啊 才能够把经典给孩子讲清楚 再来 父母也要懂啊 再来父母也要懂啊 就怀疑了 彷徨了 不是怎么办啊 所以教育 深教 在严教之前 所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 这个刚刚陈学长 他挺有悟性的 在我们这个堂学长的分享当中 他已经解了他的问题了 我们传统文化的学问呢 他可以用在家庭 也可以延伸到团体 甚至于国家 那他刚刚说他的工作啊 是行政工作 家庭里啊 有主内 有主外 团体也一样 所以都要互相感恩 所以在外面跑的 要体会啊 行政人员的辛劳 行政人员呢 也要体会在外面跑 员工的不容易 换位思考啊 这个团体啊 就发展得好了 所以他有提到 对于 领导者 包含一些员工去支援 上海 他也是很佩服 也很佩服这些医疗人员 当然他刚刚讲了一句话说 我是吃不了这个苦了 这句话呢 以后尽量不说 不要给自己一个预设啊 这样我不行的 不要给自己一个预设 要起而效法 当然这个效法不能用力过猛 到时候用力过猛倒下来了 因为陈德法师叫我这么做的 我没这么说 我们效法人可以循序渐进的效法 但是呢 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他也提到 那他也提到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的分享 每一个点 他都有透出 轮常大道来 他都有透出 做人做事的 原理原则出来 大家不能 分别性来参与我们的 论语讲要研讨 不能是 陈德讲话 比较注意听 别人讲话没有注意听 那这样我就要害死你们了 大家来参与课程的时候 分别性越来越重 学传统话就是学真心 真心去听 都很有体悟 很有收获 我记得有一次 听一位同道 跟他交流 他一讲 讲话很快 停不下来 一讲讲了两个小时 一开始我在那里 你不知道我很忙吗 怎么讲个不停呢 我后来 关照这个念头 不行不行 要随缘 要安住 就想到 中庸有说的 恕富贵 行夫富贵 恕平贵 行夫平贵 恕遇到一个没有人恕苦的人 我们就行夫 倾听他说话 不挑境界 自己的分别执着心 才能慢慢淡掉 结果把心调平静了 专心的听 真诚的听 结果听啊听啊 越听越有感悟 听的感觉到 在他 在他那个年龄 在他属的 所在的那个大环境 对他的影响 都可以在他的言谈当中 捕捉到一些讯息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所以每一个人的言语里面 有他家庭的密码 有那个时候 社会的密码 我们认真去听啊 可能就能理解一家人 理解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自己听有收获的 然后听啊听啊 人容易 执着在一个点上 不只是他容易 自己也容易 所以听着听着也反观 我们有没有 跟家人相处 一直在那种恶性循环 的执着当中 跳不出来 很钻牛角尖的 很较真 后来听完了 他比较谈多的是 他的夫妻相处 那承德 也是用了 这个 我们刚刚 这个唐学长有提到的 己所不欲啊 勿失于人 那这一句话 在延伸开来 其实就是设身处地啊 那假如换作我们 我们在另一半 他的家庭成长背景 我们也很难 不是这样的一些行为状况啊 这个就能够啊 受身处地了 而且啊 我们会动心 我们会动气 那跟另一半没有关系 它只是一个源啊 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啊 的心啊 所以禅宗有一个公案呢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也不是境界 在动 是我们自己的心 动了 同样一个时代 有人夫妻还是相处得很和和 那各种的道理在哪 那跟他能够善解 能够包容 有关啊 所以他的心能包容啊 那我们想一想 当一个人 他还是有不足 可是他被包容了 他的善根就开始增长了 哎呀 我这个 太太太太好了 哎呀 我这个先生太好了 我要对着其他的包容啊 我要对着其他的信任啊 那这个 夫妻的相处 人与人的相处啊 就良性循环 转动起来了 所以 天堂地狱啊 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了 所以老祖宗留给我们 各自则天清地宁啊 遇到事情都是先反省自己 天清地宁啊 大家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看你们没什么反应啊 那可能是我还没有讲21次啊 这个不该你们的事啊 是我讲的不够啊 这个刚好啊 在一个大楼里面 两户人家住对门呢 一对呢 夫妻相处的和和 这个 情色 同名啊 就是很和和 另外 一对夫妻呢 是小草天天有 大草369 所以这个应该跟风水不是很有关系的 住在同一堂大楼 那 这个常常吵的呢 他也是人之处性本善的 他也不愿意这样 所以找了一个机会 担心去请教人家 是怎么夫妻相处的 那这一对和和的 夫妻 这个太太啊 就跟另一个太太说了 说 我们家都是坏人 你们家都是好人 他有点听不明白 你是不是讽刺我啊 我们家都是好人都在吵 看他的 我们跟人家讲话 要观察人家的表情 是不是听得懂 看对方的表情 不是很理解 他就 for example 举例说明 比方说 今天呢 我给我先生 倒了一杯茶 我先生下班回来 结果 走过去 不小心 把这个茶 弄翻了 脱西装 有时候不小心了 结果我看到了 说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把茶放好 他先生一看 哎呀 对不起 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了 把你的好意给糟蹋了 然后这个太太去拿抹布来擦了 这个先生也就这么 抹布 应该我来擦 应该我来擦 这是我们家的情况 遇到事情啊 都是自己先道歉 是我不好 所以他们家都是坏人 都是自己不对 那可能这个情况啊 在你们家发生了 那假如你就说 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要和自己去道吧 你先生一听 火也上来了 你这个女人 连倒杯茶 怎么放都不会放 你还能干什么事情啊 那可能 都是我对人家错啊 就吵起来了 吵到最后啊 可能都吵到这个 内政部还是 哪一个单位 去办离婚去了 可能去办离婚的时候 人家一看 这么年轻 还问说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两个人互相看一看 为哪件事要离婚忘记了 反正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就对了 那一口气啊 咽不下去了 我今天非跟他个没完 脾气太大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看 各自责天轻地牛 你看发生什么事都 哎呀 我不对 对不起啊 家庭的氛围多好 这个不用去五星级饭店 喝咖啡 还要花很多钱 在家里氛围就很好了 咖啡一泡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多喝咖啡 大红袍一泡 这个氛围不输给五星级饭店的 好 所以这是各自责天轻地牛 各乡者天翻地覆 一点小事都可以让这个家翻天 好 所以家庭的氛围啊 团体的氛围 是父母在经营的 领导者在经营的 氛围对人的影响 太深太远了 这个叫禁教啊 教育我们分三大部分 身教 言教 还有一个潜移默化的静教 所以你看一个家 要星还是衰啊 你去他们家 呆一呆就知道了 或者去一个团体里面 你去感受感受那个氛围就知道了 家和万事兴嘛 尤其啊 你可以抓那个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去感受就知道了 你看那个当媳妇的人 怎么招呼他公公婆婆吃饭的 你光听那个声音就知道了 爸 吃饭哦 哇 喊得可轻了 爸吃饭了 那这个家要摔了 我们不能初心大意啊 要懂得去感受 要懂得去观察 要懂得去观察 我们就 就能学到东西了 我之前听刘顺云老师教导了 听那个称呼就知道了 夫妻在谈话 你爸 你妈 那这个家要摔了 假如这个太太 咱爸 咱妈 那这个家要兴盛了 所以我们不能初心大意啊 都不会观察自己 都不会观察自己家庭的状况 更不要说去观察别人 遇知人者先自知 我们现在要有自知之明 那刚刚这个陈学长就有提到 他家庭的氛围 所以你看中华文化 它是活的 你家庭里面 夫妻 有工作分工 主内主外啊 这个都是家庭 情况不同 团体也是一样 像我们是教学单位 有红法的人 有护法的人 那 我们也都在学习啊 像 带领团体啊 陈德也是 跟团体的同仁 一起共勉 这个不懂 就问 不会啊 就学 错了就改 那这个氛围啊 就不会让人家很紧张 你只要到了一个团体里面 想问都不敢问 这个氛围就比较紧张 压抑了 所以家庭团体的氛围是靠我们经营的 它是无形的 却随时影响每个人 这是一个禁教 好 他有问呢 使民静忠以劝竹之合 那 请看 论语讲要 因为学习啊 还是要主动 还是要主动 假如你是看了讲要呢 看不懂 这个 我们可以啊 再继续探讨 所以 论语里面有说 不悦 如之合 如之合者 无莫 如之合也 一一 如之合 如之合就是很主动 这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把它搞懂 学习都是需要主动的 所以 陈学长 您可以先看 论语讲要 还有讲记 那我们顺着课程呢 也会讲到这一句 那这一句呢 陈德之前课程呢 也有讲过 大家可以做参考 好 我怎么看 大家的表情 不是很愿意的感觉 假如大家不愿意 那我可以再讲一下 好 大家有点头是愿意 好 我们现在 来得体会一个重点 这个师长有说过 传统文化 是教导我们 放下贪心 放下习气 好 不是让我们换对象 我们 这个 诸位 同道 大家前面呢 花了十几节课的时间 我们一起 探讨这个学论语 应该建立的观念和态度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上一节课说 哎呀 终于完了 我终于可以 进入经文了 假如是这样 那 陈德要向你致敬 十几节课 都还没有进入经文 其实我们进入很多句 我们是透过论语的教导 来建立这些 观念态度 而且不是玩 是刚开始 我们现在学每一句 都要呼应这些观念跟态度 你心态对了 这一句才有受用 还像我们提到的 重实质 不重行事 这一句就很重要了 所以师长讲的 学传统文化 是让我们放下 这个是实质的哦 放下贪 君子无所争啊 怎么去跟人家争呢 去贪求呢 所以不能学着圣教 继续跟人贪 继续跟人争啊 那不就变换对象了吗 传统文化里面的 才色名利也不见得 比世间少哦 我们讲一堂课 掌声鲜花也不少哦 那换对象了 那自己堕落得更快了 之后还断人会命啊 完了这个罪过就大了 所以是要放下贪哦 是要放下傲慢哦 这都是习气哦 假如我们没有重视到这一点 佛法是内学啊 要向内观啊 那很可能我们学着学着 道理懂得越来越多 越看别人的过失的话 那我们的傲慢就越来越增长了 还有一个习气哦 我们情子重啊 都容易控制要求 所以这个控制啊 会在夫妻相处里面出现哦 这个控制啊 会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出现哦 这个控制啊 在向人家学习的时候 也会出现哦 老师要照我能接受的方式教我 所以现在 这个 这个陈德法师 我让他讲 他不给我讲 哎呀我下次不来了 我不讲 有不讲的考虑啊 要体会到我们教育学者 有时候一些考虑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啊 因为教育不是灌输的 教育应该是启发式的 道额浮天 引导 不是牵着我们的鼻子硬拉 抢额服役 鼓励 不是遏制他 否定他 开额浮打 这个开是启发 不是 都把它 灌输给他而已了 当然呢 假如这个陈学长坚持 真的法师 今天你非给我讲不可 这个我也会讲的 法没有定法 得看情况办 假如对方能够接受了 那就很好了 那就 当下我可能就是点了他一点 他接受了 那这一点 他可能会放在心上 他就受用了 好 那我们 谢谢两位 同道的分享 我们先到这 大家 假如有关 这些学 论语的 观念态度的 感悟心得 在后面的机会 我们也都还可以分享 好 我们今天呢 进入 论语讲要的学习 那我们要学习 论语讲要 我们也要 认识 孔子 认识 李秉兰老师 我们呢 李圣人呢 两千五百多年了 圣人 所处的 环境 背景 跟我们 现代 差别 很大 圣人 所教的 做人 做事 之 原理 原则 我们如何 用在 这个时代 那我们 这个时代的 善知识 就非常重要 正法 无人说 虽 智 莫能解 经典里面的 唯言大意 都需要 都需要 在这个时代 学通的人 来指导我们 我们仔细去观察 儒家也好 佛家也好 重要的经典 几乎 几乎 每个时代 都有 过来人 在 注解 像佛家的 阿弥陀经 哇 好多人 注解 廉词大师 偶艺大师 忧息大师 为什么他们 在每个时代 都要做 注解 论语 每个时代 都有人 做注解 我们想一想 这些圣哲人 会不会 多事 不会的 他要这么做 一定有 他的考虑 就是时代 一直在变 所以 注解 往往都是 对他 那个时代 的人 怎么契机 让他了解 这一部经 所以我们 现在来深入 论语 那我们也得 跟着 李秉兰老师的 脚步 来深入 所以在 先进 第十一 篇里面 子章问 善人 之道 子章问 善人 怎么学道 所以善人 再往上提升 是君子 再提升 是贤 圣 因为 肯行善的人 他不一定肯 修大道 因为修大道 他得改脾气 他不一定肯改 我很喜欢做好事 但是叫我不喝酒 不行 叫我不抽烟 不行 所以可与 这个 造业者百 作善者一二 作善者百 向道者一二 所以肯修道的人 在一万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三四个人 所以诸位 可能一起 跟着李秉兰老师 来深入论语 这真是善根深厚 不然可以出去 shopping 玩乐 当然不是说 不需要出去晒晒太阳 不是这个意思 也该多带孩子出去走走 这种家庭的氛围 孩子终身难忘 我自己现在回想 父母放假时间 带我们到山林间 西头 山林溪 清净农场 这个台湾的同学 就比较熟悉了 我在讲 讲一个大家都熟悉的 阿里山 日月潭 这个都去过了 那个都是终身的记忆 现在都可以回想 当时候父母 走在林间的那种情景 这个是需要的 好 所以我们学习 以一部经 要能够 伸入一家之言 这一点 也是个关键 佛门 很重视 这个表法 启发 儒家也是一样 我们看论语里面说 遂寒 然后之松柏之后雕 所以松柏都是表法的 表君子之风 在寒冷的夜里 不受影响 寒冷的冬天 不受影响 以前传统的建筑 你出门就看到 这个门墙上 我当时候到马来西亚 马六甲 都看到这些建筑 古建筑 墙上刻了 梅兰竹菊 四种植物的图案 当然那个工艺也是很精湛 代表出门要怎么样 结交君子 梅兰竹菊 都是表法 而且 他那个出门的墙上 磕了扇子 出门要行扇 非常有文化的气息 佛门 我们也要看懂他的表法 一进佛门 四大天王 东方慈国天王 慈国跟慈家 一个道理 拿着琵琶 不是东方慈国天王 喜欢弹琵琶 那个是表法的 太紧了 会断 太松了 弹不出曲子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 太松了 不成一个家了 乱套了 没规矩嘛 太紧了 孩子连进门都有压力 不敢进来了 过跟不急 都不好 过有不急 这个也是论语里面 教我们的 这些表法 我们要看懂 尤其在 学道上 华严经 末后 善才 同子 五十三餐 这个就是在表 怎么修行 而且 善才是 表当身 成就的人 诸位同道 你们想不想 当身成就 这个我不会逼你们 这个要放下 控制要求 那谁是善才 想当身成就的人 就是善才 我们不能看不懂 善才是善才 我是我 善才首先跟谁学习 跟文殊菩萨 所以一个老师 他在文殊菩萨 座下 得到根本质 清净心 他才出去 参学的 这个表法 假如没有看懂 我们一开始学 哇 三五个老师 你学到最后 到底听谁的 当然 假如你有见到 一开始就跟三五个老师学 然后学得很好的 拜托拜托 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一下 我得个案研究研究 可能有 但是不多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 所以假如有 请大家通知我一下 我方便的话 我会请他喝大红袍 我手上有 我们福建人 喜欢喝盐茶 盐茶 是补阳气的 是比较温性的 好 尤其我们论语里面 有说到了 子章问善人之道 子曰不见机 亦不入于世 见机就是跟着老师的脚步 他的足迹 他的足迹 进一步什么 登堂入世 所以我们跟得跟好 怎么叫跟好呢 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点 随顺圣贤老祖宗的教会 不随顺烦恼 吸气 所以那个跟 不是老师出现了 才叫跟 那个跟是随时随地 依教奉行 叫跟 那这个华言还讲了一个重要的点 叫主办圆容 主办圆容 比方 陈德 遇到一个人 跟他有缘呢 他也在修学 我首先会观察 这一个年轻人 现在是哪个老师知道 或者他的父母在知道 谁主要指导 他就是主 我们有缘跟他交流 结缘 就是配角 我们要配合主角 所以有一次 有一个团体 的一个年轻人 到我的单位来了 刚好跟他有交流的机会 那一天交流完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的负责人 我说 哇 他们很感谢你哦 我们先随喜功德嘛 然后说 我今天跟他聊了什么 因为他是主啊 他主代这个人 我们跟他聊什么 这个主负责的人知道了 等于是我们变成什么 合力了 一起配合这个主 来教导这个人 所以在家庭里面 也是一样啊 这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 先生在教训孩子了 孩子犯错了 先生是主啊 太太是伴了 要会配合 当先生离开了 这个太太走进 孩子的房间了 你爸爸都是为你好啊 你得好好 把爸爸的话记住啊 配合得很好啊 假如这个 丈夫在教孩子 这个太太马上把话打断 然后把孩子带走 你别听你爸说的 那这是麻烦的 这没戏唱了 这没戏唱了 主伴圆融啊 这都是人情事理啊 我们都要懂啊 才懂得应对 进退啊 好 那我们现在学论语啊 主要跟李秉兰老师学 跟着他老人家的脚步啊 去深入 一定可以学得好 学得通 我们呢 对李老很有信心 当然这个信心啊 也不是一时激动的 所以我们要跟他老人家学啊 我们得先好好认识他老人家 了解他整个成长的背景环境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上中学 学古文观子的文章 比方说这篇文章 是欧阳修先生的文章 铁定有一段 欧阳修先生的介绍吧 你才了解 他所谈的言论 在一个时代的状态是什么 这样我们对他所讲的话呢 领会的会更深入了 好 我们台湾的同道啊 很有心将李老的一生呢 做成纪录片 《雪如风仪》啊 我们 接下来 透过这个《雪如风仪》啊 来了解 李老 好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 来播放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 时时满满大梦中 几个人情隐形 一台向他光处 渐渐沉沉 总是山尽灵 有死之因 渐渐渐 重选 好前勇敢 拿了解他的伤痕 也要战固快逃 问众生何来何许 与众人生争尽兴 有几人能究竟 这些事 快想他却是尊好的分笔 李秉兰老居士 慧燕 自秉兰 浩雪卢 弟子尊称雪公 山东省济南人 归于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 法号德明 台中佛教连社导师 西元1949年 随奉祀官府迁台 十年六十岁 自为风火半生 皆侥幸 可是心肠分寸 未曾寒 来发悲愿 为佛教 为中华文化 默默耕耳 与奉献 至九十七岁往生前 一直谐心尽力 与唤醒无魂 长雅众生慧念 福海来台 西元1937年 雪公 受前亲汉林 装心如太子之推荐 应聘入 大成至圣先师 奉祀官府任职 西元1949年 雪公奉命 押运奉祀官府之 眷香行礼 只身福海来台 当年曾 攜带在山东 围宝的香蕉 以作溃夷 不料从基隆上岸 见街市上 近市香蕉 曾自嘲是 丹柴入山 雪公自称是 逃难专家 行囊中除有戒谍 及印足书信外 并带有五十串念珠 以随机赠送 有缘者 这支雪公 西元1936年 在山中进南 受五戒 及菩萨戒的 两张戒谍 雪公自受戒后 五十年中 历经无情的风火 多次的淘乱 而这两者戒谍 竟未曾散失 身为佛教徒 人人均知 皆为无上菩提本 观雪公一生 发心弘法度注 又戒行庄严 正在于 他信守对 佛菩萨的承诺 水公 西元1949年初 帝台后 寓居台中市 帝台第一次 正式说法在 台中市居人路 法华寺 并于寺内 设施诊处 亲自诗衣接种 后经严阔极多处 灵山字 尤为重心 讲经 久 且多 更在台湾 开解 七念佛之先例 雪公抵台后 到往生为止 整整38个年头 一直都在台湾 住在台中市 老人家说 我来到台湾 受台湾这块土地的滋养 我比台湾人 更爱台湾 老人家爱的 不是台湾的阿里山 或日月潭 而是台湾 老百姓的民心 雪公不断地 把中华文化的 种子及精神 传播给台湾人 唤起青年学子 对文化 及社会的使命感 雪公告诫 称动的人说 对己着想 果是菩萨 因其绝招 当行忍辱 对他着想 尔乃吃汗 因其悲心 予以原谅 再极有一句鸿鸣 当作金盾 绵绵念去 压住春心 不然他吃我春 一桶坠落 雪公诗 雪公诗 偶德 书未回时 夜起轻 心描得语 放心情 乾昏金骨 魂无事 唯有湛染 月泽鸣 放映 好 我们先 看这一段 首先呢 我们听到这一首 大梦 李老师 也是透过这个曲子 点醒我们 觉悟重要 这个人生短短几十年了 很快就过去了 怎么真正看破宇宙人生的真相 怎么借假 这个身体是假 每天都在变化 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怎么借假 修真 怎么真正 恢复 明明德 怎么真正 多成就一些人 清明 怎么这一生还圆满 子余 至善 所以这一首歌 我们可以多听几遍 不能随波逐流 静静 真真 搞到最后 笑都笑不出来了 那一开始介绍 李老师 我们也感受到 修学成就的人 都很重视师辰 所以他老人家 医子 印光大师学习 这个到后面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印竹 只当面 跟李老 谈过一次话 在林言山上 但 我们看 李老师 后来到了台湾 竭尽全力 弘扬 传统文化 弘扬 静宗 可见得 印竹那一番话 他句句 刻在自己的心中 而李老在 这些颠沛流离的岁月 两个东西 都跟着他身上 就是印竹 给他的书信 跟界叠 这都是我们的学处 代表他老人家 对于老师的教导 倍感珍惜 所谓 如品得宝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感应什么 感应很多住院 所以李老在台湾 中华文化的教化 影响 几十万人 这期间有多少人来协助 这个都是 他自己的真心 感召来的 那我们看到 李老说到了 他是 风火半生 皆侥幸 侥幸 自己的生命 还在 虽然经历了 中日这些抗战的过程 但是 心肠 分寸 未成寒 这是我们应该 跟李扁岚老师学习的 人生经历这么多苦难 不只没有怨天尤人 反而让他产生 对众生的悲悯 对文化传承的使命 这个就是菩提心 谁是菩提心 随着所遇到的事情 自己这一份 慈悲 更加的深切 不只没有退缩 没有沮丧 更加的 勇猛 精净 来 利益众生 华言经上教导 勇猛精净 度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 我们人生 也会遇到很多逆境恶元 但是这些逆境恶元 比起李老所经历的 那不算什么 李老经历这些烽火的岁月 他都能把它转成一种怨力 烦恼及菩提 危机及转机 那我们 更应该效法 现在马上做转变 所以 李老奶发悲怨 为佛教 为中华文化 默默耕耘 奉献 一直到他 往生 他也是把论语 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真的是鞠躬进瘁 唤醒国魂 因为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文化不传承 我们中华儿女就没灵魂 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老人家 传承 李北南老师最重要的 不但是那一些经教学问 更重要是传承的李老师的悲心 传承的李老师呢 对于祖先的孝心 所以师长也说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李老 看到师长老人家 他们的心 我们就从 他们这一颗真心 开始效法起 这里我们刚刚看到照片 李老师 48岁就进入孔家 协助奉侍官府的工作 这是向上的 实质上呢 是孔家 是孔家请李老师 来教育他的后代 其实我看到这个就 特别感受 孔子基的福报可大了 他的后代 他的后代子孔在2500多年之后 还能有这么好的老师 来直接教啊 所以李老师 孔德仙真 清智写晚年 学如大和尚 和尚是指 自己的老师 清教师 我是跟他学的 所以我们 我们 诸位 同道 我们好好的 为社会 为文化 我们的孩子 也会自然感召啊 很好的老师 来护年他们了 人生啊 所有的际遇啊 两个字啊 感应啊 我们的心是能感的 境界是所感的 所以李老 在孔家 50年 当时候 李老 95岁了 跟孔德仙 先生提出来 他们毕竟啊 在 政府单位 他们是 上下级官司 虽然 实质上 是私生关系 但是 毕竟 李老 也兼了 奉事官府的 秘书啊 所以给孔德仙先生 请辞啊 说没有公务员 像我这么大年纪的 可能李老师 也破了 这个公务员的记录了 95岁要请辞啊 这个孔德仙先生 不同意 好那 我们还看到 李老啊 他 扶海来到台湾了 携带香蕉 因为香蕉在山洞是宝啊 然后要做 愧疑 就是 赠送人家的礼物 大家体会到什么 这些有受传统文化 传承的 这些长者 他都是非常礼敬他人的 受到人家的帮忙啊 都要表达这种感恩心 都会回赠礼物啊 所以他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来 一定会接受很多人的帮忙 他就想着 拿最好的东西送人家 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啊 我们看这些 纪录片啊 不能滑过去啊 处处都是学处啊 结果 不料呢 一上了台湾的街市啊 这个香蕉到处都是 这里还有一个学处啊 李平南老师 自嘲 单才入山啊 很有幽默感啊 自己给自己开开玩笑 自嘲啊 这个也是我们要培养的一个素养 自己对自己幽默幽默 面临战乱 自称逃难专家 这个都是对自己人生啊 走过之后一个挥胁 一笑了之啊 不会 对于走过的这些 患难呢 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阴影 甚至都是转换成一种动力 那行郎中啊 就是戒蝶 还有印竹的书兴啊 并且啊 带有五十串念珠啊 准备送给有缘的人 印竹曾经 这个李平老曾经说过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不介绍给他人 就不慈悲了 他老人家都是做到的 在动乱当中 逃难都不忘啊 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有缘的人 都准备了佛珠啊 我想啊 这五十串佛珠啊 不知道成就了 好几尊佛啊 那我们冷静观察 确实也是这样 现在要靠自己的力量 出轮回 几乎已经不可能 末法时期啊 异议人修行 罕易得道啊 唯一念佛 得度神识啊 那 这个 戒谍都没有丧失调啊 书性都没有仪式 代表尊师 总道啊 遵守 对佛菩萨的承诺啊 而且 戒为无上 菩提本啊 我们看到经典里面 讲根 讲本的 都是最重要的 不能忽略掉 君子物本啊 所以 李扁南老师 都给我们表演了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深啊 事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也 见义不为 无永也 都表演给我们看了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02 cond 10 好